呵呵呵呵 屏幕先学校见密码玩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520的孔雀冥王活动 起舞幻神的一个攻略 还有各种玩法 值得注意的是 你进入这个起舞幻神之后 你是能直接领取这一个副本的所有奖励的 它的位置在这 这里有原式阴阳师 什么贺茂式阴阳师 还有各种小白呀什么的 他们会给你一些副本里的buff还有祝福 除了这几个阴阳师以外 原阶神这里也可以领取一个祝福 所以大家一进来就先把这几个祝福给领了 这几个祝福中 其中提升暴击20%的孔雀祝福 它是默认给你戴上的 你可以替换的是右边这5个祝福 原阶神的祝福呢 它可以让暴击伤害最高的单位额外行动一次 且不消耗鬼火 然后藤原的祝福没用我们掠夺 然后鹤帽的祝福是单体攻击 有30%概率双重暴击并且造成剑射 原式祝福这一次很好用 没有一个敌方受到控制时 全体友方造成的伤害提升10% 最多这个能提升60%哦 最后雪山祝福 群体攻击额外造成12%的真实伤害 并且几方每行动5次对敌方全体造成一次攻击力最高单位的149%的伤害 接下来我们就根据这几个祝福来搭配合适大佬的还有平民的队伍就可以了 我这边呢一共给大家配了5套队伍 其中呢大佬队伍2套 然后中佩队伍呢2套 低配平民队伍呢1套 大家自行选择 万变不离其中的大佬队伍 音乐蛇修 最后你上一个不知火上一个神婆都可以 然后蛇和修呢是没有必要操心的 用这一套音乐蛇修阵容呢 我们要用到的祝福是增加群弓的这个雪山祝福 接下来给大家打一场实战来看一看 是这一套 秦明先开一个星 当然你面板够高的话秦明甚至不用开心 然后这边呢秦明开心是9秒钟带走 你如果不开心的话肯定7到8秒就带走了 然后真是奖励一篮 接下来第二套大佬阵容其实比第一套更快 首先先上一个圆星似雪女 正式服如果雪女没有加强的话 用雪佣魂清机替代也可以 然后大蛇这样就可以直接操心了 最后我们都不用阿修罗收尾了 最后我们直接用一个瓷目收尾就可以 看到这聪明的你应该就想到了 用这一套阵容 你就要用这个控制增加伤害的元氏祝福 来我给大家打一场看看 说实话这一套阵容的伤害比刚刚那一套要高很多 所以我这边蛇和瓷目才都能超新 那看见没有 我他喵了个蜜呢 蛇的伤害如果再高一点 我能直接一波流把对面带走的 7秒就把对面带走的 但是还是差着那么一点面板 所以也是9秒 接下来你就要问了 我没有蛇没有音乐 怎么办呢 用这一套红叶斜战阵容 红叶带狂鼓荒骷髅 然后呢 你没有红叶的话就去戒一个去 这一次也是能戒尸神的 然后两只鸭天狗和石灵 如果没有石灵的话 换第三只鸭天狗 也是能轻松过的 既然用的是普攻阵容 肯定要用这一个贺帽家的 这一个单体建设祝福了 来我来打一场给大家看看啊 当然肯定没有前两套阵容那么快 而且要稍微看脸 双重暴击多的话他就快 但是爽还是挺爽的 看着我夜一点一点的 把对面秒了还是很舒服的 一共打下来呢差不多 在一个17秒左右 最后屏幕前的你就要说 老少子我玩的是怀旧服 那些新世神我只能戒一个 就红叶和石灵我只能戒一个 蛇和羞我也只能戒一个 那如果你要戒这个的话 我推荐你可以戒鹿丸 鹿丸这个阵容 其他的所有世神 都是五年前的世神 鹿丸带一个狂鼓荒骷髅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 卡鬼火条 让鹿丸打出两回合的 八火狂鼓效果 最后我们再用一个收尾式神 我这边收尾式神用的荒 当然你们有什么收尾式神 用什么收尾式神 用磁木啊用孤火鸟啊用什么 预造钱啊都可以 我来给大家打一打看看这一套 阵容的效率怎么样吧 打这一套阵容你要带 这个圆节神的这个高天圆祝福啊让你的鹿丸行动两次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追悦神先打一个火 这里用SP追悦更好啊 然后铁鼠来个一伤 勤名开心 OK 录完 八火一次 八火两次 啊 然后荒收尾 当然你也可以磁木收尾 你爱用谁收尾用谁收尾 不管我的事啊 这就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一个阵容啦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说 哎 老烧鸡我就是又菜又爱玩 我就是又没有式神 又不想像好友借式神 那怎么办呢 像这样啊 玉藻前这个输出呢 你随便怎么上 我这边上玉藻前呢 只是因为玉藻前现在强度很低 所以我上了一个低强度的式神 哎 让你们知道 哎 不管他强度多低 他也是能过的 然后呢 让你的输出式神疯狂的行动两次就可以了 啊 我大蛇拉一次又行动两次 神了拉一次又行动两次 怎么样够低配了吧 啊 当然我做这些低配阵容呢 我并不是说哎 就是叫你们去炼玉造钱啊 什么的 我做这些低配阵容的目的就是说 我的低配阵容里一定不能有蛇 不能有音乐 不能有修 不能有记这一些现在炙手可热的PVE式神 我会上那种非常非常过时的那一种输出式神啊 然后呢 让屏幕前的各位自行进行尚未替代啊 我用这部菜的阵容都过了 你随随便便上位替代一下就可以过了 这就是我做平民阵容的一个初衷啊 希望大家喜欢 除了用这一个门票刷以外 这一次还可以用体力刷啊 体力呢 一共可以刷300次 每次6点体力 我刷一次这个体力的给大家看一下奖励是什么样吧 哎呦 忘记换大佬阵容了 随便吧 浪费一点时间 好的啊 这就是6点体力得到的一个奖励 说实话 我觉得性价比还不错啊 初五六星玉魂的概率还可以 关键是他才6点体力一次 你们如果喜欢刷的可以把它刷完 那除了这个副本以外 这次还有一个叫做 呃 宝箱的副本 这个宝箱副本呢 组队他的奖励更好 现在我是组了一个五人队伍啊 然后这个副本说实话 你用这种群攻队伍就可以了 然后对面呢 他的大怪和小怪的血量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呢 就没有必要呃 用那个什么地势天啊 还有花鸟圈啊什么的了 反正你就随便上那种 可以增伤的那种四神就可以了 OK 我这边上的是这样一个阵容 不过你可以靠你的队友来打 你自己摸摸鱼都可以 我这边打完之后给大家看一下 奖励是什么样吧 好的 这边是快打完了啊 我一个人承包的他没有那个咪的七成伤害 也就说明了这个阵容确实 就像我这样上就可以了 就反正就上那种强力群攻阵容就完事了 我这入点是开了棺材之后 这防御力好高啊 卷死他 nice 给大家看一下奖励是什么样的 是吧奖励还是很丰盛的哦 这是一百体力的一次奖励啊 然后组五人队的话会多给你一些清洗鬼 然后每天这个宝箱呢 他一共可以打十次啊 所以大家这个还是要打一下的哦 最后的最后 这次的活动副本上了一个类似于对异竞猜的东西 他每天中午十二点和每天下午六点呢 他会给你上架四个阵容啊 然后你猜这四个阵容呢 哪个阵容对对面的呃 对对面的佛魔首领造成了更高的伤害 我中午是猜了这一套拥有神蛇的阵容啊 但是很可惜神蛇被上面的阅读老师操掉了 他喵的咪的 奖励是这样的 有一说一啊 你猜测的队伍得到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奖励 其实差不多的啊 因为只要拿到这黑弹碎片就可以了 但第三名和第四名奖励就差多了 反正大家就尽力要猜一个第一名和第二名就完事了 呃 这下一场呢是下午六点钟开始了 剩下的一些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啊 包括呃 比方说商店奖励啊 商店里有一个这个头像框啊 我给大家也小展示一下 嗯 然后高级商店是这个高级头像框 还有这个新雄的皮肤 还有这个插画啊 这张插画呢 这两张插画我都是必拿的 所以孔雀明王是真的好看啊 呃 这个就是活动内置花核战 万别不离其中啊 呃 以上就是这个活动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对屏幕前的你有所帮助啊 最后祝大家欧气满满 身体健康 抄个作业 下个星期三直接用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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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